北京冬奥开幕 但这场景却吓坏了荷兰人 荷兰公共电视台NOS的记者 就在镜头前被警卫带走 这间几千公里外的荷兰主播 瞠目结舌不断摇头 无法相信眼前所见的一切 国际邀会发言人说 这场开幕会场外的插曲 是因为保全过度热心 只是误会一场 只是冬奥开幕引起的争议 还有这一桩 各小数民族穿上传统服饰 举五星旗进场 只是这位长裙女子 穿的却是韩服 也引来在场南韩媒体的不满 还有还有 为奥运点燃圣火的女运动员 迪尼格尔 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 努力训练 就是为国争光 找来21岁的迪尼格尔 点圣火 美国斯洋人认为 这是北京释放的政治讯息 对比迪尼格尔的家人 在新疆为他喝彩 加拿大的维吾尔族人 集结在大陆使馆外 持续呼吁全世界 要抵制北京冬奥 听不信文最后的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我这边 我这是 我这边 你不见过